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小阳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与基督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知道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可以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你的捐款 因为你的每一个人的捐低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做 更深度的报导做更深度的访谈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们在节目当中 事实上谈了非常多次的 这个死刑的议题 那当然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死刑的看法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想民主社会也都非常非常的正常 所以有人会支持死刑 有人会去反对死刑 那但是其实看到一种状况就是好像反对死刑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有逐年减少的这个区域上 但是其实还是占的非常高的比例 可是即使你是支持死刑或是反对死刑都好 可是当我们谈到说 那你觉不觉得需要有冤狱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监狱 在我自己的这个经验里面 或者在很多的访谈当中都会发现 就是他即使支持死刑 但是他也是反对冤狱的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再看这个所谓的重大刑案 或是再看这种所谓的死刑问题的 同时也可以去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就是有关于冤狱的问题 那在台湾其实有一个组织叫冤狱平反协会 这个冤狱平反协会 十四件的冤狱 这十四件的冤狱其实你想象 哇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当然有很多是在过去的 好像在那个科学不是那么聪明的时代 他所遗留下来的案件 可是在现代科学证据相对之下比较发达 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嘛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冤狱平反协会的执行长 罗世祥来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世祥你好 关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请世祥先跟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冤狱平反协会 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司法改革基金会 他也是根据司法的一些问题 提出一些这个倡议甚至改革的策略 当然可能跟你们更直接类似一点 叫做废属死刑联盟 这个所谓的废属联盟 那为什么在这些不同的单位当中 你们还有这样的一种 在存在的这个目的 或是你们的工作的职务 跟这些团体有什么不同吗 好 谢谢老师 台湾冤狱平反协会在2012年成立 刚刚老师提到我们去年刚满十周年 那2012年的前一年 2011年有一件台湾司法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江国庆再生无罪 那江国庆是这个很严重的悲剧 对 对 所以在10月10号出身 国庆嘛 那也是台湾第一位被证实误杀的死刑冤案 那当时2011年江国庆再生无罪 但一条人命是换不回来的 那那个时候 前台大法学院王兆鹏王教授 他就觉得台湾应该要有一个专注做冤案救援的一个民间团体 那他就邀请罗秉承律师 现在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跟叶建廷律师 以及高绒承律师 那他们四位平原协会的发起人 在一个饭局里面 就是决定要创冤狱平反协会 那王兆鹏教授 他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刑事法领域的权威学者 他是留学美国的 那他在留学美国的时候 他其实当时就有关注到美国 有一个冤案救援的民间团体 叫做Innocence Project 无辜计划 那这个无辜计划在1992年成立 他是建基在美国卡托索法学院下面 有两位老师律师这样子 他们找学生一起来做冤案救援 那这个Innocence Project 他们看到一个冤案救援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刚刚提到的科学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进步的情况 他们看到DNA 那以前在判断刑事司法案件说 认定这个人有罪无罪 可能看血刑 看指纹 甚至看此痕 毛发 那DNA一验下去 发现他根本不是这个被告 所以Innocence Project 当时成立的宗旨就是 我们要去看这个案子 首先这个被告来喊冤 被判有罪的人来喊冤 那他看这个案子 还有没有生物激震 可以去验DNA 一验下去 他们就想办法来帮这个 喊冤被告验DNA 验下去如果排除他 今天这个案子就准备要平反 那他们看到这个冤极平反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他们就成立了Innocence Project来做 那王老师刚好那时候留学 美国是Innocence Project正准备 就是要开始发展 到现在1990到现在 他们已经平反了300多件 哇 就光透过DNA 然后有20几件是死刑案件 就本来以为是他嘛 人在里面死刑待绝 DNA咽下去根本不是他抓住人的 所以我们即使连累我们好像觉得 好像司法体制相对比较成熟一点的 这个美国也会有这么多的 这种冤案的产生 势必会有 像台湾现在 今年开始要走国民法官制度 对 那我们之前其实很常被问到说 那平原协会是支持PATSEN 还是日本裁判员 还是本来的这个职业法官 那我们都很难去很明白的表态 因为我们看到职业法官也好 美国的PATSEN团制度也好 其实都可能造成冤案 这没有说哪一个制度是比较不会造成冤案 对我们来讲就很难判断 对那美国他当时 王老师他看到说这个单位 他大概当时在念书的时候 就存下一个种子在他心中 20年后江国庆案的出现 死刑平犯人换不回来 那还有多少件冤案 有没有下一个江国庆 这我们绝对无从得知 那他当时几位前辈 他们大概觉得那个迫切感很强 所以2011年就有准备成立 那认为要专注做冤案救援 那刚刚老师问到说 那跟 司改会、FACE联盟 其他民间团体 台湾有好多个 关注司法议题的团体 那还有包括台权会 包括AI 对那大家 其实都有各自的任务 任务分工 司改会 我们都形容他像 司法议题的百货公司 很多题目 包括像刚刚国民法官制度 这个司改会也着力很深 FACE他的宗旨就是 希望推动废除死刑 那冤域平反协会 当时成立就是 我们希望专注做 冤案的平反跟救援 这其实也反映出 在一个司法体系当中 或者是一个犯罪的 这个侦查 或是判定的过程中 它事实上是有很多不同的环节 这个不同环节 可能都要有不同的公民团体 一起来投入 一起来关心 刚刚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即使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司法制度 甚至可能再怎么高明的这种科学判案 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排除 这样的一个冤案的发生 所以这也是冤域平反协会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或是他所要的功能 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在你们的组织一般来讲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的方式 那你们大体上来讲 会提供给这些受冤者 什么样的一些服务或是资源呢 是 我们会实际以法律的救援行动 来救援冤案 就源于平反是要去跟法院敲门 希望法官重新来过 那台湾现在的刑事诉讼制度有再审 就发现这个新证据 新事实等等 那跟法院敲门 请他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那也有非常上诉制度 那也有大马官解释 有宪法诉讼 那这三个是我们 在收到一个冤案 决定立案救援之后 会尝试的法律途径 那还有另外一个机关叫监察院 监察院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调查实证上面 所以我们 招牌打开之后 很多民众会来喊冤 那喊冤的情况 我们受理的是 已经被判有罪确定的情形 三级三审之下 他有罪确定他准备 可能要入狱服刑或实行待绝 在这个阶段 他来跟我们喊冤 我们就开始进行案件的审查 你冤不冤 这是一个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你怎么判断这个案子有冤 那我们就是诚诚把关 如果决定立案救援 你就尝试看这个案子 依照他这个案件的类型 再审 非常上述宪法诉讼 或者是先跟监察院承情 但是在很多人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冤枉 那一定有很多人要来找你们 但是你们怎么去判断 他是有冤或是无冤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怎么去决定要不要受理 那怎么去筛选这些个案 或是这些对象 这很 这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 因为每天都跑来几股名冤 对 就算他自己做了 他也会觉得说我哪有做 对 或者说有时候他其实 他可能犯了某种的 已经做完了什么 他可能他觉得他没有 他可能觉得你是诬赖我 或他觉得那个行责上面 过重了或怎么样 所以那应该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过程吧 没错 因为判决书会交代事实经过 那这一个罕冤被告 他是主张例如他觉得判太重 判太重就不代表有冤 或是说不代表他没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平原审案的第一个标准 叫做真实无辜 那真实无辜 真实抽象 就是Ultra Innocence 但是真实要怎么去判断 所以判决书来 我们通常 其实整个审查流程是 快筛出审赴审 先判断说这个确实是要喊冤的 确实是 他主张他没做 结果被法院判有罪 刚刚提到判太重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行政案件 民事案件 也来跟我们敲门 那这个当然就不会是平原 快筛塞掉之后 我们就进入出审 那出审很重要一点是 因为法院要判一个人有罪 他不会 不是在写小说吗 他要交代 在判决书里面交代他的证据跟逻辑 那再来 我们就看判决书 请他提供身份表格 来理解说 有没有一些卷证资料 我们要再调查 那再调查 觉得要再调查 就是要去跟法院越卷 那可能就是一箱A4的资料 那这会进入复审 进入复审 这个阶段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 比较 也许去访谈被告 访谈证人 访谈专家 去重回现场 想办法在这个案件里面 找出我们相信说 这个案子可能真的很有问题 他也许真的是无辜的 那我们审查还会 就是在当时协会成立 有觉得那这样子冤不冤 好像是个很抽象的概念 对 我们特别要标志出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判断这个案子 有没有科学证据瑕疵 因为很多案子 他这个科学证据 法院用下去了 可是事实上事后来看 其实那个已经是不科学 例如测谎 那我们最近看到好多测谎的案件 那再来就是 有没有严重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那这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其实相关的执法机关 不能够违法办案 早期很常看到就是刑囚 像现在一直在救援的邱尔孙案 那个刑囚证据录音带都听到了 那刑囚 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录音录音 要全程录音录音 刑囚可能比较少见 但相关的违法不当 还是会出现 我们留意到一个是指认的问题 指认如果不好好安排 很容易发生误认 那就会导致冤案 指认是说 我们就找一个人说 是不是你干的这样子 或是他有没有在现场这种指认 通常会出现在陌生犯罪 就是路边那种 就是强盗案 强夺案 这个很难排断 那警方如果抓到嫌疑人 他可能就说 要来安排指认 请证人来指认 那规范是说你不能够 我来给这个正人指认 不能够单一指认 对 因为他就很相信 就应该警察就抓到了 所以他要求 现在规定是要六张照片 就你要找其他 充数的照片 让他挑 让他选 就是真的是如何 如他记忆的 可是这六张照片怎么挑 这个是一个学问 以 我们有看到一些冤案 他就讲说 抢我的那个人有戴眼镜 哇 那这样子我戴眼镜 这个太多了 他其他的五张照片都放没戴眼镜 嗯 那正人看到 就是被害人看到 这六个人 他就看到这个戴眼镜 他直接跟警方讲说 就有戴眼镜 而且一个人有戴眼镜 跟没戴眼镜的样貌 事实上差异很大 是 就六张照片 就这个喊冤的人 这个嫌疑人有戴眼镜 那正人当然就指认他了 那这个案子 最后证明是冤案 已经是我们平凡案件之一 所以这个指认程序的安排 是很 我们也认为是严重违反 正当程序的其中一种类型 所以这两个条件都符合 然后再加上要 就要有科学证据 或有正当程序的瑕疵 再加上我们判断这个案子 是真实无辜 在这些层层审查下面 我们才会决定立案救援 才会变成是一个 真正你们要去救援的案子 可是在成为一个 真正要救援的案子之前 你刚刚都讲了那么多 对 就是你要去访谈 你要去调这些卷宗 你要去看判决书 你要干嘛 这要花多少时间跟人力 而且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的犯罪恐怕也是 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嘛 所以我们的确是 就我们了解到 不管国内也好国外也好 这种冤案审查单位 其实很多激然的压力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 超过1800件的罕冤案件 从2012年到现在 实际立案救援38件 所以 然后已经拒案了 跟他说很抱歉 这个我们没办法处理 对大约1000件 所以还有七八百件在等待 那这些等待就是 其实是平原协会的能力 我们的志工 我们的选案律师 其实最 最花最多资源的是在这个上面 就怎么审查 怎么判断这个案子确实有缘 那就真的是一方面花时间 花能力 有一个案子 省了4年才决定立案救援 那一开始 觉得案子确实怪怪的 那我们开始去月券 那月券 一箱A4资料 你总是要有时间看券嘛 对那 再来就是调查 对他有利的实证 那 省一省就 最后4年后 决定立案救援 这样子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这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们组织 里面有多少人 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正职的工作人员有6位 那有兼职的有3位 那这6位其中我们大概分部门 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朋友在帮忙的 律师在帮忙的就是诉讼部 就是收这些声援案件 那诉讼部其实说很多人 其实也才3个人 3.5个人 那兼职人员 所以我们很多义务律师跟志工 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审案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刚刚谈到的是一两千件 里面最后才只有30 38件 然后这38件 然后后面的救援 其实每一个案子 都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耗费时间能力 而且还要非常的去面对 社会大众的质疑 所以你不只要面对的是 这个司法体系 说你们这边来找查 对不对 因为你去挑出了某些的毛病 可是很多的社会大众 可能会觉得说 对啊我当然觉得冤案是不对的 可是你们这样子 会不会去协助这些坏人呢 你们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去判断吗 你怎么去面对这种指责 或是面对这样一种质疑呢 嗯 如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是死刑 支持死刑 废除死刑 这也许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可是冤案救援 确实 在这个理念上面是很共同的 嗯 所以就是 我想每个人都会承认 应该要冤案救援 所以下一步就判断 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冤案 那要判断一个人是 是不是冤的很复杂嘛 你要先看判决书 对 交代这很多相关事证 所以 嗯 比较不会受到 大众 太多的 就是对于 我们就邀请大家来看判决书嘛 嗯 那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我们好好的这样来对话 那的确我们 在平原的审案会议 或是内部的志工交流 大家会 考论 讨论说 这个案子 好像不正能说服他 嗯 那这个对话是有的 那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判 判断 那平原 那志工是一般的普通人 对 很多是法律系的 OK 法律系的同学 那他们 他们通常会协助我们做快塞 OK 出审 就是他会看判决书 然后帮我们整理一个出审表 说这个案子 他觉得要不要再调查 嗯 然后有一些义务律师 帮我们协助来判断 嗯 那一个案子在平原决定立案 到刚刚要再审无罪 就又是漫漫长的 我们通常会组一个义务律师团 开始看这个案子 打再审 打非常上述打视线 然后真的让法院重新开门之后 重新开门也没有无罪嘛 对 例如这几天平反的林金贵 他是2017年开门 嗯 六年后才无罪确定 所以又是诉讼漫漫长路 到最后才无罪确定 所以一个案子要真的说 呃 平反其实是 是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证据的对话过程 嗯 所以不会说 好像大家会来挑战或如何 嗯 那反倒是我们 其实比较期待的是跟法院对话 嗯 就是希望 因为重点应该在于说 我们说服法院 开启再生 所以平原的几位律师 其实是很钻研在书中的撰线 法院这些法科会很讨厌你们嘛 因为你们推翻了他们的这个判决啊 而且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纪录片里面都会 他们都会比较觉得说 我就是训练有数 我都是根据证据嘛 我也是层层的把关啊 为什么我会有问题呢 通常法官 就是 都 都认同说 确实有可能误判的存在 所以 我至少没有接收到太多很讨厌 或是说觉得 他本来觉得说这个单位有 有这样的单位来提醒他们是蛮好的 那只是说对每一个案件 因为他觉得说一定会有冤 可是这个案子有冤没冤 他也许不评论 或是他不认同 那这倒是有啦 就是说他可能觉得 这案子也许就是证据一半一半 或是这是自有行政如何 不会遇到太敌意的说明 但是 刚刚提到我们 其实重点是要说服 在每一个个案里面 说服法院说好 今天是林金贵 今天是 陈隆琦 今天是郑信哲 这个案子有这样的问题 请法院要 就这三个法官嘛 通常就是这三位法官 他要认同说这个案子确实有在调查 要开启再生 所以我们其实 要在对话沟通的对象 其实蛮常都在思考说 怎么跟法院对话 还有检察署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就是 不只说我们刚刚谈的对话对象 包括你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 你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资料的阅读也好 资料的收集也好 甚至还要做很多的访谈 然后还要去做一些很多市政的比证 这个所谓的比对这件事情 其实都非常不简单 不过虽然不简单 在这十年当中 其实我们的协会也成立了十年 那其实有十四个案子平反了 那这十四个案子 这些台湾的冤案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那他们共同出 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访问思想 传送了十五年 被指控是杀害計程车司机的林金桂案 在庚二审出现大逆转 前前庚一审的时候被认定有罪 判无期徒刑 而高丛高分院庚二审是宣判林金桂无罪 要令他在被指控犯案的头发长度 和健身器画面上面的嫌犯 头发长度有明显落差 而检察官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犯罪 所以是无罪 全案还可上诉 至于另外一起 东港的渔船船长陈火胜 因为卷入孕毒案被判十八年入监 结果入狱八年之后 在一百零九年申请再审 成功获释 高丛高分院庚认为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陈火胜 有参与到孕毒 罪判他无罪 最高法院在日前也驳回上诉 全案确定 一度被判八年 听到无罪判决的陈火胜 松了一口气 卷入跨国孕毒案的他 因申请再审成功获释 义务律师团与台湾冤狱平反协会 二十九号接到判决书 最高法院驳回检方上诉 陈火胜无罪确定 另外一案就是遭控枪杀 计程车司机的林金桂 官司缠送十五年 上午更二审获判无罪 法官认为林金桂在民国九十六年一到三月时 髮型是耳上短髮 但是发誓当年五月 凶手为披肩髮型 经医院鉴定后认定 林金桂不可能隔两个月 头发就长到凶手髮长长度 沈卓检察官提出了其他证据 不能证明被告犯罪等原因后 判林金桂无罪 林金桂案转折数次 先遭判无期徒刑后入监服刑三千多天 在协会协助下改判无罪 检方上诉更一审改判 无期徒刑 这次更二审又逆转为无罪 但全案还可上诉 协会呼吁检察官别再上诉 而是要对此案重启调查 找出真正凶手 以告一位亡者在天之灵 记者王庭 孟昭全高雄报导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元韵批凡协会的执行长罗世祥 世祥你好 管老师好 现在世祥在前一段来跟我们讲到 这个你们协会在做这些冤与平凡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辛的过程 那这个不只是要有专业 而且还要有体力 而且还要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心态上面 你要面对很多各种不同的质疑跟对话 那当然很重要一个最重要的初心 就是一个对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刚也谈到了在协会成立的这个十年当中 就有十四件的冤案遭到平反 可以告诉我们这十四件的冤案当中 有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些共同的特色吗 或者说在台湾会造成冤案的原因 一般来讲会是什么呢 是 我们在2014年 平原协会第一期的再审无罪案件 是陈隆琦先生 那到现在2023年 这礼拜三纲 对 林金桂先生的无罪 那十四起案子 我们大体上会有一些分类 去理清说这十四起分别是涉及到哪些因素 那这个因素是我们在 应该说是很直观式的分类 我一直觉得台湾其实欠缺冤案的研究 好好的去用系统性的方式去研究 这十四起到底怎么出错 所有的法官假官这些执法人员 还有律师大家都战战兢兢的 都不想判冤案 都不想出现错判 可是他们这十四个朋友 曾经都有罪确定 最后经过一些刑事证的发现而再审无罪 而我们发现到有其中一点 我们做一个分类的话 其中一点会是科学 的确科学日行月异 那新的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救援案 刚刚提到Innersense Project DNA出来之所以大家觉得哇 这没话讲了 DNA就排除它了 血型以前A型O型B型 这些可能就很多 对那以前也是科学 对也是科学 那鉴别力就显然远差于DNA 对 那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案子 是透过新科学 那这个新科学包括说可能是对科学的误判误解 例如刚刚提到的陈隆琪先生 这稍后也许我们再深入的聊 那还有一个一些情况我觉得比较是非战之罪 新证人的出现 这个证人在 123 神诚审理的过程中 他没有机会出庭 没有机会接受简便交互解问 后来这个证人可能回来了 或者是有翻供了 对翻供了 类似像王幸福的案子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新证人出现的话 那这个案子 当然他也许就会厘清法院当时没调查到的实证 那我们也有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指认的问题 刚刚提到这个安排五张 没戴眼镜照片跟一个人有戴眼镜 那以往有看到是单一指认 就是警方可能觉得嫌疑人是谁某A 那就请证人 请被害人来看 谁来是不是某A 那拍一张大头照 拍一张半身照给这个证人来看 通常证人觉得警察都来找我了 这代表这件事情已经抓到了吗 抓到了 那通常这种 他就会从现有的这个 提供的这些影像当中去确认说有这件事情 他会越看越像 但他其实不一定有 对嘛 他会把这一个他现在看到这个人 就会连接 叠合到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犯罪现场 通常这些犯罪现场都电光火石 你突然被抢 突然人家有些甚至亮刀亮枪 那国外的研究已经很多都在讲这个情况 其实人的记忆 资讯提取能力是不佳的 那你如果警方有一些比较污染式的 比较诱导式的安排 那可能就出现错误 那最后我们这几件平反案件有留意到一点 其实是 我一直觉得蛮严重 然后有待解决的问题 就是 案子会形成都是警方的第一时间搜查证据去问证人 问相关笔录 然后之后他移券给递检署 然后检察官再来判断要不要起诉 然后之后案子就进来 我们看到在谢志宏案 死刑案件 看到在张岳英案 一个肇事讨医案件 警方都有没有完整提供他所拿到的资料给检察官的情况 哇 谢志宏案 他18年的 18年前的行踪交代稿 有一份手写笔录 这种自己写的 在归人分局 台南高分检 后来等于说突袭归人分局 在找他怎么有这个资料 然后这个资料从头到尾没有在卷里面 阿宏他当时在跟我们第一时间访谈的时候 他就说他曾经有做一份笔录 我就说没有啊 你的第一份笔录就是6点 他说这是中间 就清晨6点 他说他12点半被逮捕到6点 有做一份笔录 我说那大概找不到了 这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刚立案9月 结果没想到2018年被检察官找到 那为什么归人分局不移送 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 岳英杰的案子则是有一个通联记录的基地台 警察有去调 对岳英杰是有利的 也不移送 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去送出去 因为岳英杰的案子他有去告国陪 国陪警局的代理人出来 他讲说承办人觉得跟本案无关 有关无关 这是检察官要来判断的 因为这不是警察的层级 他就要做的事情 他也许当然 假设真的是完全无关的事情 他可以排除 可是这个通联记录是被告本人 这个喊冤说他没有做这件事 下午显示他人的确没有在现场 有关无关 你既然都掉了代表你觉得这证据重要 那你怎么会不移送 所以警方位移券这件事情是 我们这14起案件看到一个 蛮严重的一个事情 也不知道还有哪些 那这件事确实不会知道 因为你警方没有提供出去之后 检察官这边当然不会知道 那这四个科学证人指认 跟还有可能警方会有位移券的情况 这四个冤案的情形是我们觉得 需要在未来再多重视的 嫌惠第一个接触的案子 就是陈隆岐罕 是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去接触到这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 他本身又凸显了什么样的一个 司法上面的问题 隆岐的案子 我们当时在2013年 收到陈隆岐罕冤 他案子发生在2009年 那这一起案子 涉及到是沉积性交罪 就是妨碍性质主案 那当时陈隆岐他主张他真的没有做 但在被害人的医务上面 验到有男性的DNA 被害人是女性 说不排除混由陈隆岐 或与其同父系血缘之人 这个DNA实验室的用语 那同时也不排除另外两名在场的男性 三个人都不排除 法院判了三个人都有罪 陈隆岐从头到尾喊冤 那他就讲他真的没做这件事 2013年他来到我们这边申冤之后 我们刚刚提到Innocence Project 就是DNA起家的 所以在这竿子看到DNA 就立刻红灯就亮起来了 他的义务律师团召集的是罗秉承律师 罗律师就立刻说来咨询台大法医学科 李军毅李老师 那我们在李老师 对他来说可能是DNA的ABC 对我们来说是有字天数 他就说这个不排除就不代表有蛋白 那他当时说为什么会不排除 是因为他验的是歪染色体 腹系遗传 男生才有歪染色体 所以现在的鉴定单位 一般来说在特别被害人是女性的情况 他会先用歪染色体去验说 那有没有男生的DNA 当他主张嫌疑人是男性的 那有男性DNA 有歪染色体 不代表是这个人 他没办法像我们以往认知的DNA 说验到你百万兆分子一是你 因为他是父系遗传 我的Y跟我父亲的Y是一样 那我哥的Y也是一样 所以他就是这么多人都不排除 所以李老师给了这个 一个很基本的ABC的DNA知识 我们才说原来如此 那事实上 当时的检察官法官律师 都可能没有好好的理 去认识到这件事 那李老师有给一个建议 他说看这刚才的电勇讯号图 的讯号强度来判断他到底换几个人 那我们当下当然也没看到电勇讯号图 不过陈隆琦喊冤是非常真挚的 你可以感觉到 他太太两个女儿 那当时的那个情状 会再加上这个案子判决书 确实很草率 我们就决定立案救援 然后帮他向法院申请再审 2013年再审状递进去 法官开了庭 现在已经8年过后 现在依法规定是法院原则上要开庭 8年前并不是这样 8年前我们东查西查 发现法院在收到这种 喊冤的申请再审案子 要再调查的 有找到一件事前建隆法官判的 那案件量不多 多数的法官再审状进来 他是书面审理 然后当然绝大多数是驳回 他不会再调查 因为在调查好像你在 就是 就是要翻案的 就是通常不会 可是这个法官他决定做了 他的确去跟 监视人员说 他要看这个案子的电影讯号图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监视人员就说 这个电影讯号图 图谱很专业的判断 还是我们去跟你说明 所以那一次开庭 其实就是传鉴定人出庭说明 陈隆琦案子省了4年 鉴定人没有 当时就没有主张要传鉴定人出来 在这个法官决定传 卢秉承律师 他说他职业20警言的律师警言 没遇到法官在这个阶段要调查 就刚好遇到对的法官 一传下去 这个鉴定人员就很明白的跟法官说 可能有可能没有 以及新技术进步了 本来验17组 现在可以验23组 新的DNA可以再验看看 那法官就觉得那就再验看看 既然DNA就摆在那边 技术在那边 一验下去排除掉成东西 确实那个被害人医务上面的DNA 男性DNA是没有成东西的 所以成东西确实是冤案 法院开启再神 三个月后就判了成东西无罪 那这个我们当下 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收到再神裁定 听到律师打来 这真的非常兴奋 因为那个时候是平原第一起再神 那我们那时候正在积极救援的是 政信哲 跟佩斯联盟在救援政信哲案 那阿哲的案子再神非常上述都驳回驳回 那到底平原协会就是这一个方向 这个路线是能够说服法院的吗 当时一切前途茫茫 那大家义务律师很多人愿意投入 但是好像都没有正面的结果 所以这个案子几乎可以说 救赎了许多在努力的朋友们 真的是有机会 真的遇到对的法官 以及技术在进步 你这样是可以让法院开启再神 不知道 这遇到对的法官算是一个运气好吗 势必有一些不可解的 解的那个因缘在背后 可是至少 至少这个运气好 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的存在 是 那当时 我觉得 因为我们后来有别的案子也 尝试透过类似的方式去跟法院说明 那法官就没有准要再调查 在那个时候 那陈隆琦 就2014年3月就再审无罪 无罪确定 所以这一次我们跟陈隆琦相遇的经过 那后来当然就有更多的好消息 陈隆琦其实跟 我觉得跟建合苏建合一样 就是他们其实遇到院 然后后来又去投入到这些司法救援 或者是人权的工作 陈隆琦其实也是其中之一 对 所以这个也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因为从他的经验当中 很多受苦的过程 这个受苦的过程 是不应该被发生 所以你们从他的这个经验当中 或是跟他一起在投入的这些倡议里头 有提出了哪些 这个有关于台湾的司法改革 或是冤案 冤狱怎么样去减少 他发生的一些这种法案 或是这种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吗 是 陈隆琦他2014年无罪 那我们坦白说 平原协会很幸运遇到陈隆琦 通常无罪的大家就很开心 那就好好过自己两天 因为他得要好好的面对他的新生活 那个都很困难 然后再转路投入到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觉得那更难 他花很多额外的时间跟精神 而且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大扫除 整理到一张 陈隆琦无罪当天 他就跟我们去台中看守所探视真信者 他后来知道说 今天他的无罪是刚好这个机会来 他知道很多人没有像他一样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他很关心平原协会在救援的这些朋友 那在陈隆琦无罪之后有一个也很 很机缘的事情 是有另外一件再审无罪叫吕介明 吕介明他并没有寻求私改 没有寻求平原生缘 他的案子也涉及DNA 他在狱中看报纸 看到陈隆琦再审无罪 他跟检察总长生缘 这个案子后来DNA验下去 也排除掉吕介明 他是一个杀人案件 本来判13年 排除掉他代表真凶 真正行为人令由他人 开启再审改判无罪 那这两个DNA再审无罪的案子都仰赖 对了法官对了检察官 愿意再检定 那再验之后就用新的技术来排除掉这个 就是他们自己的嫌疑 国外刚刚提到Inniscience Project 他们透过DNA平反冤案 他们做的很重要一个制度改革 就是Post Confusion DNA Test 定验后判决确定后的DNA再检定 就是要让每个州都有 喊冤被告有这样的权利 那刚刚说隆岐可能因为机缘 因为运气遇到这个对的法官 有些人没有这么有运气 所以我们在2016年 陈隆岐就跟我们一起去推动刑事案件 确定后去养核糖核酸鉴定条例 这法条名声很长 他概念就是DNA要让大家看得到也吃得到 那这是第一个陈隆岐和我们合作的制度改革 后来隆岐也担任总统府思改国事会议委员 在那边去谈怎么关注刑事补偿 刑事补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的议题 然后再来如何让冤案更容易被看到被发现 然后也跟我们去做这个科学 司法科学制度的倡议 所以就是隆岐他后来就成为一个 冤案的倡议的行动者 刑事补偿很重要 就是我们看到许世强 看到郑幸泽 看到这个谢志宏 看到各式各样的甚至朱建合 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事实上是被无辜的 然后被关到监狱里面 那这个关到监狱里面 其实就会面临到很多 例如说好了 那未来怎么办 那他的能力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 他的心态怎么面对社会 然后更基本的是那他被关了 那被关了原本他如果是正正常常 正正常常在生活 他可能可以去工作去赚钱 也许也许会过得不好 但是也许可能会发大财 那这个都很难去说 可是这个至少都是他应该有的 但是却可能会有 但是得到损失 这个刑事补偿 或是这些受苦者 或是这些受冤者 他们在这个受到冤案之后 怎么去做补偿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我们现在的刑事补偿法 他大体上会 他规范是用每日关几天 关一天赔多少钱的方式 那他有个急剧 就原则上是三千到五千元一天 然后如果你可规则 就一千到三千 那我们跟刑事补偿法 第一个观察到的就是 刚刚老师提到的 苏建和 钟宁勋 刘炳郎 他们三位当时分别被用一天 一千二 一千三的这一个金额来补偿 认定可规则 所以把他们降格说 这三个罕冤被告 他们对自己的冤案是可规则的 那这个当时真的 可规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也有 也必须怪罪 他也有过失 有怪自己 对他也有也是跟他有关 那他们认为说跟他有关 法院认定是因为他们三个自白 谁都知道他们自白是被 自白不是 不是被刑囚的吗 对就是明明是你国家刑囚 你警方刑囚导致我自白 结果卷入这个冤案 然后他现在说 因为你自白 而且如果一开始不要乱抓人 抓错人 不要判断怎么会有这些问题呢 所以当时苏安的刑谱决定出来 大家是夸然的 很多团体以及我们大家都很 为他们三位抱不平 然后再来就是可规则之外 他为什么认定这三个朋友 是一千二 一千三 他说因为你高中一业毕业 然后你 你当时是水电工 或是你无业在家等等的 就是用他19岁 他们卷入这个案子 当时的社经地位 我就是因为 我卷入这个案子21年 所以我没法法 所以我没法法 所以说 就是这个冤案 其实很 当时就大家觉得说 这样判断合理吗 对那 这是我们看到刑谱的 第一个 当时我参与平原协会 看到的第一个 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那再来在成龙期 和我们另外一件平反无罪的林静隆 他们都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会称之叫司法不服从 没有道案执行 刚刚提到刑谱冤赔是你 管几天赔多少钱 你没被关到就不赔你 所以龙期那时候在成无罪 我们也想说 刑事补偿以后可以请求嘛 然后法条翻一翻 发现就不符合法条的要件 那静隆大哥当然也是 可是当时我们的 这种比较是法律人的立场 那就没办法 那就先这样子吧 可是事实上不应该如此 就是即便到现在 其实那个冤案伤害真的有始无终 你会感觉到说 今天这个误判 其实对他 对他家人 甚至逃亡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逃亡太辛苦了 我们当然没有人有逃亡过 就是到底要这样隐姓埋名 然后又要每天想 怕说警方怎样怎样如何的 就是事后证明的确他们是清白的 也索性没有真的被执行到 没有被关到一天 可是这个冤案伤害国家造成的司法的误判 这其实是应该要给予补偿 那我们就开始去理解说 其实国外行事补偿 不是只有金钱可以回应的 就是这些 特别是美国 他们很多冤案是 关个二三十年 那出来之后 其实整个世界 已经跟他当时 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同 没错 所以他们的行事补偿 会考虑到一些社会福利的照顾 包括求学 就业 然后居住 健康 相关的这种 比较是让他好好的 复归社会的这些机制 想办法要去建立起来 那因为是国家折腾了这二十年 那台湾到现在 我们虽然说有更生保护法 有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有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针对一些司法议题的协助 跟照顾 但是对于冤案当事人是 完全没有的 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说 就是 平原协会看到的 应该说法律上面可以改革的 第一个就是 不服从这件事情 没有入奸 也应该要有 相对应的补偿 第二个就是 社会福利机制应该要建立起来 可是这个题目 因为刑事补偿法的主管机关是司法院 司法院他们指示这个审判事项 他说这个照顾这些 这不是他们的工作 对不是他们有办法来做 这可能是卫福部或法务部 那就好像对话不太起来 没办法聚焦 那再来 有 没被关到也应该要补偿 至少精神上的损害补偿 这个司法院虽然 2019年有认同这个想法 不过他们提出来的条文 我们是很不能接受 他们提的版本是 以他被判的刑度 来去评估多少基数来赔偿 所以死刑案件 如果当时被判死刑 一天都没关到 这大概很难想象 一天都没关到 管老师你要拆 会赔多少钱吗 很难说吧 他那个基数算起来 死刑案件是赔100万 最高赔100万 那这个其实就会把一个 冤错定锚 他的价格 好像我误判死刑 确定 然后把他干掉之后 就是要赔100万 没干掉就是这些人 就是没有被关到的情况 可是你等于说 我死刑冤案就是100万 然后像陈隆奇他判4年 他的最高金额是36万 刚刚说林静隆大哥 他是18年 最高金额68万 就是以现在的基数来看 那他会形成一个把冤狱定 就是说我误判一个事情 这么严重的事情 或是误判搞毁他的人生 事实上36万就解决 这个不太合理了 那我们也还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去 去调整这个制度 但就现在这个 有点一个解卡在那边 那还没有办法理清 不过看国外是 的确有一个事情 蛮重要就是这些社会照顾 因为你总是要 还有很多 大家都会四五十岁 还很年轻 还有漫长的人生要走 那应该要 国家应该要对这件事情 给予一些回应 嗯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冤案 不是在这个人的本身嘛 而是在于国家的系统 那国家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 纯粹的金钱的问题 是 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而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而是一个 也是在提醒说 我们在做任何的判断之前 你可能要更小心 因为后面有一大堆的后遗症 一大堆你必须要去收拾的 一些状况要发生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那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了 包括这个所谓的 冤案补偿的问题 包括敌人鉴定的问题 整体来讲 在台湾的司法体系 或是在检调体系当中 这些冤案的问题 还有哪些值得 我们要再去关心的呢 我们最近其实有 刚刚提到2016年 农期跟我们一起合作 推动了这个 刑事案件的DNA制度 那这当时有 好几位立委 游美女立委 周春明委员 他们大家都很支持 然后 我记得那场记者 会有拿一个手举牌 上面写 政务保管破在媒介 他在讲的是 判决确定之后的 政务保管机制 我们现在的规范可以说是没规范 他 放在检查高检署下面一个要点 叫做训语处理 快处理掉 那什么叫训语处理 就是发还 销毁 或是拍卖 等于说 一个案子被判有罪确定之后 这个案子的相关的 政务激证 就要处理掉了 他并没有考虑到 这个罕冤被告 他可能被判有罪确定 现在如意服刑 他未来要喊冤 他没有考虑这件事 所以刚那个DNA立法过后 很多人来申请 政务都销毁 一堆案子是政务销毁 所以没机会再申请 所以那个条文也放在那边 没有真的发挥他的作用 七年过 六七年过了 到现在一个案子 因为这样而平反 完全没有 那这也是我们觉得 这个台湾司法 因为这个是要让冤案 有机会被救援 刚刚提到王幸福案 丘尔顺案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陈年的冤案 其实他很常遇到 就是政务保管不当 现在喊冤都喊二三十年 但是还是没办法 有一些新的市政来 让他们可以重新审判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有谈到说 你们其实要面对的 不是只有在对社会对话 其实也在对检调体制 对话 在对司法体制对话 那刚刚我有一个 半开玩笑说 那些法官会不会很讨厌你们 我不知道在这个十年当中 你们的确 除错或是挑错 甚至某种 推翻他们过去所做的判决 这十年当中 他们对于这种 所谓的冤案的态度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因为他们还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决定性的一群人 他们怎么去看待 跟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法官跟检察官 因为我们的 他们的角色不同 对话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那我先说检察官 我觉得这几年 台湾很好的一个事情是 检察官他在做冤案救援 关注冤案这件事情 看来有一些很大的进展 那刚刚提到吕建民 其实这个杀人案件就是 检察官帮他申请再生 2015年 那隔年就是郑姓哲 2016年台中高分检 为郑姓哲申请再生 检察官帮喊冤 帮一些冤狱被告申请再生是有 死刑是第一件 那当时就 郑姓哲两个月后就走出台中看守所 律师团三次再生都没机会敲开大门 检察官一出手 这个案子立刻就 阿哲就走出来了 那所幸阿哲并不是唯一一件 两年后台南高分检也为谢志宏 这个死刑案件申请再生 而且阿宏是管18年 后来2019年也开启再生 那有两个 两个例子我觉得 他会形成说 其实这件事情是 是很自然而然的 他没有那么 好像说他是一个奇案 好像就他是一个 很特定的某检察官 他很 很特别 所以他又是检察系统内 的确有这种对于冤错案的反省 或者说他愿意来调查的一个 一种氛围 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蛮常会跟 其他国家交流的 那跟日本这边交流 日本几乎是看到这件事难以想象 他们法官假官律师 毕也分明 不太对话 检察官是 不太会可能做这种事 那这两起案件 死刑案件 代表当初起诉的检察官 经守过的假官这么多人 结果现在这个承办的假官 他还是认同 这案子确实有问题 他愿意帮他翻 那第二点只是我们 刚好去年10月 谢志宏 谢志宏先生 他接受法官学院的邀请 哇 透过 捐分的安排 那 去跟法官上课 那时候 我觉得这真的是 就是我跟谢志宏跟阿宏 这几年的梦幻时刻 他曾经是台南看守所 出来都要上着脚疗的人 然后开启再城走出看守所18年了 然后现在走进法官学院 跟法官讲他的愿案经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很难想象 几年前不可能想象有这个机会 但愿意做 前提是法官也愿意来提 那当时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想可能 极有可能是司法史的第一次 有一个死刑的原案当事人 来到法官学院 所以他们其实相对就 就也都开放一点 就是他其实知道说 冤错确实出现 然后也知道说其实法官 通常他们在台上 其实对于被告 对辩误来说距离是有点远 我们跟 跟我们的这些罕冤的朋友 其实很近嘛 那法官毕竟是有点远 所以法官会有点陌生啊 他这种券证资料 从这些书面资料来认识这个人 那阿宏实际到那边去跟大家上课 他就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讲 我们当时请阿宏要讲说 他到底为什么自白 因为他有一个假自白 他没有录音 所以也不知道那个笔录怎么制作的 那就跟法官开始解释 我们投影片就做他自白的那个笔录 他就开始解释说 他哪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想 法官坐下来在那边听这件事 本身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然后也就等于说检辩其实 省检其实对冤错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排斥 也没那么对立 他也没那么讨厌 那刚好 这个礼拜三 林金桂的无罪 平安协会当时在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我是听几位律师讲的 有一些愿检 大家都很支持阿 的确会有错误 但是说你们能不能不要用冤这个字 冤会有点控诉感 好像我们冤判冤了别人 不过在这十年我们其实看到 高雄高分院 这一起案件也不是平院或死改的案子 有一个冤案救援 高雄高分院自己发新闻稿 上面四个大字写冤愈平凡 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些公家 承认自己的是冤愈 对承认自己造成冤愈 对所以这个是 我当时看到觉得 这怎么新闻稿写的 好像我们平安出的 结果事实上是法官 法院他们出的新闻稿 代表他的确 有一些反思在 对错判了 然后刚好礼拜三 林金桂的最高法案的新闻稿 也说这个案子 林金桂有坚强的不在想证明 他说这个要以免造成冤愈 就冤愈这两个字 就是会开始出现在这些法律的用 正式的用语上面 那我觉得这也是 有一定程度上的进展 就是他们不会害怕 或是 就大家一直在对话 那这个是我觉得 这几年还蛮好的 看到了蛮好的一个现象 我听到这个东西 让我想到 从某个角度来讲 不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法官或是检察官 或是警察 他就是某种的专业 可是专业有时候 会被自己的专业的某种的训练 或是会产生某种的盲点 或是会产生某种的态度 我自己在我的课上 或者是我自己以前 在媒体观察基金会的时候 或是以前还比较参与一些 媒体改革运动的时候 我一直要做一件事就是 希望专业的记者 可以听到被报导者的观点 就专业记者 会从某个角度来去做某些的判断 那这个判断事实上 从被报导的角度来讲 它可能是一种伤害 我这边指的是一些比较弱势者 所以常常我会提醒我自己的学生说 我们自己做的报导 可能只是每天的众多工作的一部分 可是对于被报导者 它可能是一辈子的痛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 特别是专业者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能够讲说它是一个同理心 而是一种基本的细心细致 或是从不同的面向多多的思考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看到志宏跟这个法院里面去做对话 或是刚刚谈到这个冤狱平反 这几个报导上面出现的这个新闻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足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的过程 其实也非常谢谢平原协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为台湾做这么多的努力 有14位的冤狱平反者被救援 但是其实可能还有更多 对 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更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也会持续的来关注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不管你资不支持死刑 这是一回事 可是冤狱不要发生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司法跟人权的问题 谢谢四强 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 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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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